县府所提供的多项长照服务 也让许多民众一直受惠 但对于服务项目的申请 县远陈宇军也认为 专业服务类别更为重要 因为许多民众都需要进行复建 所以在本日定期会中 也特别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社导处能够加强宣导 让有需要的家庭也能够来做申请 长辈可能更需要的 叫做所谓的专业服务类别 这个部分就是做什么 帮他做复能 就是他需要做一些物理的 复建的需求 这个部分我要请我们社劳处 要特别关注 必须要去辅导 让我们的这些长辈的家属知道 你不可以说 一整天是有人来做你帮你 洗衣服 煎衣服 煮食 我们的长辈吃就好了 你也要去帮他申请一些 让他的身体能够复建回来 肌肉能够强化 这样子他才不会老化的速度这么快啊 另外对于房佐师GPS定位手表支费补助的议题 县远参门儿也相当关心 所以本日定期会中也特别提出探讨 除了感谢县府补助经费 照顾民众的美衣之外 也坚请县府能够延长补助 让这项相当好的政策规划能够持续交汇县民 这个GPS智慧手表真的是很多长者 尤其是我们说中低收入服务 要他去买这个手表的话 其实他们的金额是没办法去购买 也没凶 这个手表那么贵 六千块又开下去了 我是希望说 那我们他的那个WiFi定位 一定要有WiFi才能够定位 所以这个费用可能要拜托处长这边 还是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让我们需要的民众他能够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管是他们的家修 甚至说我们的经销人员在找人 这都是最大的利器 本日定期会中县远参与军参门儿都积极做发言 也希望县府能够完善相关政策规划 让县民获得妥善的照顾 记者卢宇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